林鄭後蘭放火 拒絕林鄭後蘭放火 斷絕社區病毒鏈 保障員工免感染 拒絕林鄭後蘭放火 斷絕社區病毒鏈 保障員工免感染 保障員工免感染 我先介紹自己 我是巴士職工會聯絡總幹事真超文 今天我們聯同陸路運輸 包括巴士、港鐵、航空、酒店 跨航業工會去做記者會 而我們的目標就是 讓我們發現林鄭直到現在 強行檢疫措施充滿扭斷 而這個不僅影響員工本身的職業安全 令她容易在職場上受到病 就是武漢發言 同時這亦令社區大爆發的一個源頭 所以今天我們會有不同的工會 在這裏講的 我們的次序就會由巴士業質工會聯盟先講 接著就到香港酒店工會 接著就會是香港空行人員總工會 再到航空同業陣線 接著我們也有講鐵心動力的代表在發言 接著我會逐個工會代表 接著我會逐個工會代表 完成工會代表發言 也有職工林的主席 敏儀小姐在這裏 也都今天我們有四位立法會議員 包括朱凱迪議員 譚文豪議員 和郭佳琦醫生 將所有議員會稍後再來到 完成了整個過程 我們就會有記者的問題環節 如果沒有問題我先介紹我們 巴士業質工會聯盟副主席林錦彪先生 先簡介下今天我們開記者的主要目標 和我們講那麼大訴求是甚麼 各位傳媒 我是巴士業質工會聯盟副主席林錦彪 我們這麼多工會今天出來 是因為政府抗疫不行 所以我們各行各業只好一次出來自救 我們都不會想政府怎樣幫到我們的業界了 但是我們各行各業一直都是緊守這個崗位 為香港默默付出的 但是林鄭她經常講審時度勢 如果她一早聽我們專家所講 及早封關及及早做好防疫措施 我想今時今日的香港不會確診到八百多人 我今天也都在馬路見到很多十字車 全部穿了裝備去上樓去接載一些確診者 林鄭她搞到香港人心惶惶 有街又出不到 百頁蕭條都是林鄭不聽專家講 一意孤行 現在又借了這個疫症 就說要限制所有人 超過四個人以上就是犯法 其實現在看看街市 誰佔五個人 很多地方都是密密麻麻的 我都不知道她所定這條法例 都不知道我們在做甚麼 還有一件事就是很可笑的 我們要搞一個記者會 打算在空曠的地方去搞 可以做防疫 但警察方面就說勸我們說不要 不然他們就執法 所以我們選擇在立法會這裏 召開這個記者會 另外一件事就是公共車輛 所有交通工具 飛機、輪船、地鐵、巴士、小巴、的士 第二這些都是確診者如果上到車 他不戴口罩我們是岌岌可危的 第一車長會首當其衝 其次全車的乘客都會確診或者會中招 這就是我們今天站出來的原因 為甚麼政府最簡單的一件事 戴口罩立法 所有市民上交通工具都要佩戴口罩 立法 如果沒有戴就要有一個懲罰 但到今時今日政府都不肯 但他又相反叫飲食業去餐廳吃東西 一定要戴口罩探業 那麼我們的交通工具又怎樣呢 我們的司機又怎樣呢 我們的同事又怎樣呢 因為政府完全沒有想的 我都不知道他們在想甚麼做些甚麼 我們在這裏有五大訴求 希望可以在這五大訴求 可以保護到香港人 亦都保護我們行業的同事 第一件事就是說 在一個指定的檢疫地方 因為政府現在經常說他們不夠設施 經常在這裏賴三、賴四 我們希望他們盡快去想很多地方 其實香港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想到的 但他們完全不會去想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所有來到香港的香港居民 即是在外國讀書回來 或者過來的人都說要十四十劫 隔離 但他就任他們自己 攬一條手帶 就說可以回家隔離 指定地方 其實這個真是很穩困的 一個不自律 就是到處走的了 現在警方都說捉了七十多人 其實我想不止的 他那條所謂手帶 就是很容易脫的 我想大家傳媒都在網上都看過 那位人士就告訴你怎樣脫掉了 怕那些人就出去了 如果真是確診者又怎樣呢 就是毫無保障 毫無保障對我們整個香港所有的市民 當然林鄭經常說叫大家去自律 有時他們這班在外國生活開的 習慣了 多不少都有少少學外國的禮儀各樣的 這裏我希望政府自己好些 好像2003年沙士那時的重案組 一接到這些症狀 第一時間去採取行動 但現在到時今時今日 警方一接到這件事 就推回到醫管局 叫駕十字車去接 但警方一點都不撲頭 會避的 第二公共立法要所有人上公共車輛 就要戴口罩 第三這個疫症是一個職業病 要立法要保障我們員工 有一個保障他們的生計各樣 第四那條手帶 麻煩他們整好些 以及警方方面嚴厲些去採取行動 第五樣就是希望政府真真正正 給足夠的裝備 我們前線的車長和各行各業的同事員工 他們可以有一個足夠的保障 現在我們在這裏跟政府說 希望去為我們的業界做些事 你不要 如果還是去不理我們的業界 我們唯一是自救 我們會跟香港人一起的 我們會有時候希望各行各業會組織一次 政府不做的就我們來做 我們有甚麼後續呢 遲些我們會再商討 現在香港的疫情就像戰時的狀態 醫院方面的床位又不足 確診的人士就在家裡甚至在酒店 有些預期逗留的內地人 又被發現有肺炎的病徵 確診的人數去到超過800人 本地的感染每一天是雙位數字 還有出現了源頭不明的確診者 社區大型的爆發 即在明 在這裏就無可避免了 政府在一個防疫又無能 陸路運輸航空酒店這樣的行業 成為一條龍病毒傳播鏈 相關的員工 更是高危的感染行業 我們的工會 不單止是守護行業員工的職業安全 同時盡了公民社會的責任 要求政府落實實行防疫措施方案 我這裏交給超文 多謝班職員副主席林寅彬 我們剛才講的整體行業訴求 我們三個行業 我們現在交給地盤職員副主席林寅彬先生 講返巴士業界面對的問題 各位觀眾朋友好 我是巴士業職工具聯談一位副主席林寅彬 我本身都是機場線車長 機場口一直以來都是入庭的主要關口 機場線接載的人去到香港各區 出了未感染機會非常高 見著帶手帶點液的人士上車 很多工友都很害怕 現在我們的亞洲國際博覽館 再轉為點液中心 人流更集中 測試到陰性的人會自己搭交通工具回家 但並不是表示那位人士十分安全 他有沒有帶過病毒 我們大家都不會知道 因為衛生署曾經出現錯驗的樣本 也要陰性後來轉為陽性人士 檢測結果的個案 所以我們要求政府 應該找尊車接他們回家 或指令檢疫地點 另外成巴早前出現了一個 車長確診的個案 但確診車長有密接接觸的同事 全部都沒有安排做隔離 14天如果真的爆發其實真的很嚴重 因為車長會接觸很多乘客 也會在休息室、廁所 或是傳給其他人 現在無事 大家都很開心 但都不是每次都那麼幸運 至於我們陳凡局長早前說 花市有七蝕的客量 只是把我們的車長上台 我們很難去拒絕乘客上車 因為如果這樣做 只會造成我們跟乘客有衝突 而且在法律實業都沒有根據 所以陳凡局長提出的是 一件很荒謬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希望陳凡局長 與其假大空的措施不如切實一點 我們要求第一點 立即要求乘客戴口罩去立法 受騰巴士的員工 拒絕沒有戴口罩的人上車 因為現在仍然有很多乘客 拒絕戴口罩上車 有車長為了公眾衛生安全 自己貼絕戴要求車長前 必須戴口罩 但被公司召見 所以本聯盟認為 必須立法保障我們車長去執法 另外說我們巴士員工 要有足夠的保護裝備 例如口罩、合用的眼罩 我們車長每天開工 公司只派單一個口罩 其實我們吃飯、飲水 口罩都會受到污染 那怎好呢 所以巴士公司 要每天提供兩個口罩 幫我們的前線員工 我們才有足夠的保障 OK 多謝林考華特議 接下來我們交給整個病毒運輸 其中一個最大的作者行業 就是香港酒店工會的主席 徐考禮先生 去講酒店行業的情況 大家好 我是香港酒店工會的主席徐考禮 酒店業界其實一直都表示 酒店不是一個最適合的檢疫場所 政府如果要做一個隔離的 就是去選擇一個檢疫場所 是應該優先考慮政府旗下的一些設施 或者一些地方 而在別無他選的情況之下 最後才應該去考慮酒店做隔離用途 因為本港的醫療設備不足 其實政府早已在一月尾 很闖雪地推行酒店隔離的措施 但是遲遲未去解決一些衍生的問題 例如他一直都未制定一些詳細的指引 給酒店業界的同事 如何去執行酒店隔離 如何去處理一些酒店隔離客 如果擅自離開的話 到底是誰可以有權去抓他呢 第二就是沒有提供一些足夠的防疫工具 有酒店的公司是會有提供防疫的用具 例如手套、口罩 但是數量完全足夠的第一 第二就是有些酒店連基本的保護衣都沒有 在醫護人員去接觸一些疑似確診的個案的時候 他們都會穿上全身的保護衣 但是有些酒店是沒有提供這件事 亦沒有給員工的培訓 教他們如何穿著或者射除保護衣 第三就是沒有一個執法的團隊 去監控隔離人士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政府一直說要求隔離人士自律 但是實際自律的到底是多少呢 有多少人會隔離期間會自己走出房 去下街賣東西吃 出去玩 其實很多酒店職員發生這個問題 也通報了有關的部門 但是等他通報完 那個人已經走了 到那一刻其實是沒有人阻止到他 酒店職員都沒有權去阻止隔離人士離開 所以這個問題到這一刻都仍然存在 第四就是沒有捉過的床位 是被一些已經入住了酒店的隔離人士 因為現在政府措施是入境的時候 會抽出一些外來的旅客的樣本去化驗 但是就叫他先去入住酒店隔離 過了幾天之後 政府的相關部門 化驗員確診了 他就會通報給酒店隔離 可能已經隔了三四天 通報給酒店隔離 那個住客原來已經確診了 但是就叫他 叫酒店方面 不要讓那個確診了的患者 離開酒店範圍 要他先去住 因為醫院不夠床位 這件事其實相當荒謬 因為一個確診的病人 居然是要留在酒店範圍裡面 繼續住宿 其實是加速整個病毒在酒店裡面爆發 政府有沒有一些足夠的醫療措施 給酒店的員工 那其實是否只是 拿酒店同事的命來隔離呢 最後就是 有很多酒店的員工 因為近距離接觸確診患者 被公司要求 用無薪假或一例假去做十四天隔離 這件事也是相當無理的 因為如果一個僱主 不能夠確保一個員工在一個健康的 安全的工作環境裡面工作 還要那個員工用自己的薪金 或者自己的假期去做這個隔離呢 這樣變相 這樣變相是 將這個保護員工的責任 寄在一個員工身上 即是僱主完全不需要付出任何事情去保護員工 我們香港酒店公會重申 如果政府要用這個酒店做檢疫用途 它必先要達成以下條件 包括提供一個可以給隔離人士入住酒店名單 如果他要做酒店隔離 必須是整棟酒店包氣來做 而不是給那間酒店 可能接一些隔離客人 或者同時要接一些另外的客人 但是同時要派一些紀律部隊去長期監察他們 維持秩序 政府也要同時去提供充足的防疫措施 內設備 和醫護等級的衛生培訓給那裡的員工 同時要派一個醫護人員去長期隔離 以便應對一個突發的事故 政府也需要按照那間酒店的職員的醫院 如果政府選了一間酒店去包氣做隔離 但是那間酒店的同事不肯 政府是有必要去尊重他們的決定 也要同時安排另一個合理的工作位置給他們 不可以讓他們沒有合理的薪金 最後要求政府將武漢肺炎列入職業病 以及釐清僱員在哪一種程度的接觸之下才需要隔離呢 以及隔離期間的薪金計算方法都要講清楚 因為現在已經有超過1800個隔離人士進入酒店 也有超過36個人以上在酒店裡確診了 所以我也知道有些酒店是要求護員 用他們的無薪假和假期來做一個14日子的隔離 這些情況已經發生了 亦都在預見的將來會不斷發生 我是否要繼續把我們酒店前市的員工放上桌 用他們自己個人的健康 用他們應得的薪金來做一個隔離呢 政府可能一直在想怎樣補助 用抗疫基金補助商界補助老闆 但其實他們沒有想過最前線的員工才是 最急切需要政府的資助和政府立法去保障他們呢 所以如果政府不能夠保障酒店員工 在工作期間的生命安全和沒有合理的勞工法例 去保障員工因為工作期間感染或者被要求隔離 去作出賠償呢 那政府就不會用酒店做隔離呢 這是我們香港酒店公會的發言 謝謝 接著就是香港匡勤人員總工會主席陳慧堯小姐 提供傳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香港匡勤人總工會主席陳慧堯小姐 我首先想說一聲就是 其實在航空業裏面 我們真的有很多的實行者 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大概有不合十名同事 是已經確診這個新型肺炎的了 我想借這個機會告訴大家 這個政府軟弱無能 航空公司沒有足夠的保護裝備給我們的同事 我們現在就好像要上戰場的士兵一樣 但我們的軍隊是沒有提供任何足夠的保護裝備給我們的 我們有為數不少的同事已經進了隔離營 每一個同事上班 現在就好像在俄羅斯輪盤局 究竟這次是哪一個中招呢 所以我想在這裏希望政府和航空公司 可以補充一些足夠的裝備 例如保護衣給我們的同事 因為現在歐洲全世界疫情已經大爆發了 根本不知道哪一個乘客 是有機會是一個大滾者 所以真的保護衣 我們現在只有一個眼罩 和最多是兩個口罩 市民在十三個鬆頭的航班上 是否足夠呢 在一個機艙這麼狹窄的環境下 我們要幫城下檢查廁所 要派餐 要收到垃圾 這些各樣的東西都是一個高額的活動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們現在香港面對這個疫情 大部份都是一個輸入的個案 但是諷刺的就是 機艙服務員竟然回到香港之後 是不需要14天的隔離 我想問一下我們不是一個金剛護體的 我們的同事和其他人一樣 都是一個普通人 在這裏我們希望航空公司 可以在每一班機之後 都為同事安排14天的隔離間 在航空公司這麼嚴峻的環境下 其實很多航班已經停飛了 航空公司是有足夠的人手 去令到每一位同事 翻一班機之後是放14天的 我今天收到一個最新工會的投助 就是有一個同事 他飛完一班機回到香港 公司跟他說 你的班機可能有一個確診的個案 衛生署打給這位同事 跟他了解的情況 在這個過程之中 衛生署和公司都不肯告訴同事 究竟那個懷疑確診的乘客 是坐甚麼C號 這個同事很擔心 因為他的確是曾經接觸一個低消的乘客 他有跟公司說 又跟衛生署說 但當時的回覆就是 不要緊 你不是一個密切接觸者 你明天有機嗎 可以繼續飛嗎 這個同事在第二天 就不停聯絡公司不同的部門 去說回他的情況 不是的 我昨天真的是 那班機接觸一個低消的人 但現在衛生署又不肯說 C號是甚麼 我完全不知道 我不是真的中了 公司也跟他說 不要緊 沒事的 你繼續飛吧 你不是一個密切接觸者 於是同事 就沒辦法 公司說他不是 他就要硬著頭皮 就在第二國家 到第二國家回來的時候 衛生署再跟他說 你那個Case 那個真的是一個確診者 原來 你現在是一個密切接觸者 但已經是13天之後的事 如果這13天期間 這位同事真的中了 而他去了其他國家的話 我們做了一個很大的幫兇 所以我想在這個機會 再跟航空公司說 在你這個人手這麼充裕的情況之下 我希望你們做回一個社會 有企業的責任 一個同事做完一班機之後 給他們14天教他們 在家裡接受一個家居隔離 或者醫學監察 確保他真的從來沒有接觸過 任何疑似症狀的人士 才可以再想 同時保障其他同事 和大家乘客的安全 然後我會交給補充這個 接著就是 航空同業陣線的Alan 大家好 我是航空同業陣線的 來時Alan 首先講講一些數字 我們航空同業陣線就發現 在3月14日至19日期間 國泰航空由倫敦飛往香港的 41班機裡面 有超過7成 即30班機出現了確診過 總共有84宗 即平均每班機有兩宗 其中有三班機更加出現 同一班機裡面出現 六宗確診的一個 我們認為情況是相當嚴重 雖然衛生署堅稱這些確診者 未必跟飛機有關 但是隨著空襲人員 受感染情況開始上升 還有在豁免檢疫的情況下 航空公司以政府的政策之名 將抗疫的責任推了在員工身上 令機組人員被迫成為 播毒的幫兇 加上我們發現在不同的項點 總共有大約10名的機組人員 包括私人飛機的機艙服務員 都確診了 還有在機場 衛生署的駐機場醫生也確診 我認為這些情況 證明了現在航空業的防疫措施 嚴重不足 航空從業員 一直都暴露在染病的風險之下 無疑這些情況會增加了社區爆發的風險 為了保護機場和航空從業員 以至整個社會 免於武漢肺炎的疫情之下 本會要求政府 航空公司和巴士 作出以下的措施 首先 航空公司應該要求乘客 乘搭飛機之前要配戴口罩 乘搭飛機的時候也要配戴口罩 否則機長 機衝服務員 機管局的職員 甚至其他受權的人士 可以根據香港法例第494條 航空保安條例第4條 第12條 和第13條 對該人士採取合適的措施 包括 出綁其人身 或者送他下飛機的 第二 我們要求乘巴和龍運巴士 恢復機場巴士的正常班次 現在有部分的巴士路線 已經縮減班次去到每小時一班 恢復正常的班次 可以避免乘客 在排隊或者在車廂裡 公司 以及地面支援服務的供應商 向空中服務員 衛生車操作員 機艙清潔員 航班廚餘回收人員 以及在客運樓 禁區底廣層 接觸旅客的所有員工 提供全套的防護衣物 包括口罩、眼罩、頭套、手套 及防護衣 並且為這些員工提供相關裝備的訓練 因為這些員工會直接接觸旅客 距離的廚餘、垃圾 甚至排泄物 這些都已經有學術研究證明 可以傳播病毒 第四點 我們要求政府 就著新型冠狀病毒 所引致的所有疾病 都列為職業病 謝謝 好 謝謝浪空家發言 接著就是 講些生動力主席 陳海輝先生 各位聰明 各位聰明朋友 大家好 我是講些生動力主席的陳海輝 我是Michael 在3月18日午夜開始 政府已經有針對外地人士 到港14天的強制檢疫安排 但是容許強制檢疫人士自行回家 這個安排引起公眾運輸防疫缺口 令公眾和前線的同事感到不安 我們都擔心 港鐵和其他公共運輸交通 已經成為病毒運輸鏈的一員 有見及此 港鐵生動力速請政府 應命行安排交通工具 接送該批強制檢疫的人士 盡快堵塞這個行業缺口 以減低社區傳播武漢肺炎的風險 否則所謂抗疫措施只是一致凶嚇 亦都直接令同事增加感染的風險 另外 我們公會利時留意到 至今仍然有部分的乘客 在乘搭港鐵的時候 是沒有貴難口罩 顧己護人 以減低社區感染的風險之下 本會在此建議政府應盡快立法 任何人士如需外出 需配戴口罩 以保障自己和其他人 有鑑於社區疫情續出嚴峻 針對車廂內乘客以身體不適為由安凍 乘客求助裝置的處理手法 亦都需要因時制宜去作出改善 車務控制中心在得知乘客不適的情況下 應一改要求員工速戰速決處理的指引 改為因這一類事件而不切事限 容許現場同事有充足的時間去妥善穿戴個人防護裝備 避免在處理期間受到感染 而港鐵公司也應該向前線員工獨立方向全套保護裝備 包括面罩、眼罩、全身保護衣、外科口罩和醫療手套 去保障員工在當席其他免受感染的 多謝路路運輸包括巴士、港鐵、航空和酒店工會代表 接下來我們會交給職工盟委席敏兒小姐 去講一些職工盟的觀察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想剛才大家都有機會聽到不同行業工會 他們向大家披露 到底他們在各行各業裏面自救的狀況 其實現在去到林鄭大家見到她在抗疫裏面的表現 她根本不是真真正正想全面抗疫的 我們覺得她非常偽善 她做些就不做些 而且將政府應有的責任 可以的話就全部推給僱主 你看到不同的官會都出來講 那些僱主其實你看到她竟然在這些時候 去減巴士的路線的時間等等 這些不是適合的做法來的 但是你政府不肯承擔起有相關的責任的時候 僱主就只是想錢 到底在抗疫的責任他們去哪裡 航空界的朋友也好 各行各業的朋友也好 你留意一下剛才所講的內容有一個共通點 在他們的工作的時間 他們是沒得選擇 是有機會接觸到這些武漢肺炎的患者 他們是沒得避的 但是能夠做的就是有多少的保護措施 可以保護到這些已經是第一線會接觸病毒 或者患者的行業的從業員呢 指望他們的僱主就會這樣 接觸完那班機有人確診 明天可以繼續再飛再上班 這樣都可以 再飛再上班去到第二個地方國家 無論在航機裡面 無論去到其他的國家 都有機會再將病毒擴散出去 而且大家都知道這個病已經 可能有潛伏期很長 未必有症狀出現的日子 一直可能散佈了病毒 而那個患者暫時自己都未見有不舒服 能夠做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盡量防壞未然 但是很可惜我們 現在不單止香港人自救去撲洗手液 去撲口罩 我們行業的從業員更加行業裡面要自救 大家如果記得 沒有多久之前中大做完的民調顯示 七成多的香港市民都認為 根本就是我們香港人自救 才可以達到今天這個抗疫的情況 我們香港政府 我們特首做了些甚麼 我想告訴林鄭月娥聽 我們香港人能夠捱得過 不關你的事 麻煩你應該盡快做回 你應該要做 怎樣照顧好各個從業員 和香港市民健康的責任 不要出來領工 而另一件事我想說的 就是關於職業病的問題 林鄭月娥聽聲聲淚俱下 就說那些人如果你不遵守隔離令 不合作 怎樣對得起前線的醫護人員 你不列這些病 和相關行業進去職業病的話 你更加對不起前線醫護人員 以及我們今天一眾在這裡的工會行業 所以我們更加要大聲地告訴這個政府 請你盡快要將武漢肺炎 列入去這個職業病裡面 今天所見過大家 大家出來講過你們行業裡面 面對現在檢疫漏洞的各行各業 應該都列入去相關系 這個職業病所屬的行業裡面 不應該有任何的第一線從業員 要面對這些風險 它是應該備受保護的 而最後希望大家都留意 剛才各行各業的工會代表 想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在抗疫期間 一眾的打工仔女 特別他們這幾個行業 已經要用到 倒貼自己的假期 倒貼自己的人工 甚至健康去抗疫 這個政府麻煩你承擔你應有的責任 不要再將你們應有 去保護一眾打工仔女的責任 全部射到僱主那裡 就當你做了事 而今天我們本來就很想 在下面這個空地那裡 我們曾經向警方申請 就是我們想在下面做今天的記者會 以及提出我們的抗疫 誰知道警方就給了一封回覆我們 就說要執行這個 預防及感染控制的條例 強烈勸喻我們取消 今天在原定在外面這個地方的 這個活動 但是剛才我們上來的時候 都見到 有其他不同的人物 組織在下面都做了相類似的事 雖然我知道他們最後有抄去身份證 叫他們四個四個排開 但是我們覺得警方根本就 借這個強烈勸喻 在干擾我們抗議的權利 為此我們對於警方 你們這樣的做事手法 心表不滿 我們希望大家留意 如果別人都可以這樣做 應該很多人 在這段日子表達訴求的時候 都可以這樣做 而最後我們都希望大家留意 在今天我們這麼多個行業 無論多麼艱難的歲月 在抗疫的日子 我們每一位從業員 都仍然堅持緊守崗位 我們仍然表現我們最佳的一面 在我們的行業和抗疫的工作中 多謝大家 好 好 接著有加油立法會議員的發言 我們不如 我們不如 麥克爾坐在後面先